大家好 那剛剛我也做自我介紹 我叫蔡中林 然後可以叫我Alex 那今天我想要分享的主題是 設計屬於自己的獨特故事 那首先在 我介紹自己的故事之前 我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 相信大家在場應該都是在工作 應該很少學生 那大家 自己知道畢業後想要做什麼 什麼事情的時候可以舉個手 讓我知道嗎?大家清楚知道自己 畢業後要做什麼? 好,剛剛有看到一兩位 那其實 我創立Draft最主要的 一個原因是因為 看到了社會上有很多人 不管是他在學期間 或者是他畢業後,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會有一種迷惘的 迷惘的一個狀態 那今天呢 我會簡單會 我會 等一下會介紹一下為什麼我要創立Draft 以及為什麼我剛才說要用設計思考這個方式 來去進行 那後半段的話我會 跟大家講一下我創業 遇到什麼挑戰 以及我怎麼去克服它 以及我也給大家一些建議 那這個是 剛才主持人有介紹到的這一本書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一本叫 Design New Life 中文是做自己的生命設計師 那這一本書 會 一開始在我大學期間的時候 我其實有 剛才我自我介紹的時候有提到 我其實夢想是要去廣告公司 所以我在大學期間的時候 還甚至到五間公司實習 我做的都是行銷跟廣告相關 然後也加上因為我後來自己 自己去學拍攝跟剪輯 所以我後來有去接案 獨立完成很多廣告 那在大學期間 我遇到一位學長 他畢業後到Google工作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這麼 確信知道說自己畢業後想要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分享到這一本書 然後他也沒有說什麼 他就說你看就知道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為什麼有那麼神奇這一本書 有所有的解答都在裡面嗎 結果後來我看完的時候 也是剛好在我前年畢業 我是在加拿大多很多大學當學生 然後後來回來台灣的時候 我先去當兵 然後在當兵的時候 也因為那時候裡面沒有網路 所以我就帶一本書進去看 然後也是透過這本書 讓自己有自己更多的對自己的對話 所以裡面的很多概念 讓我覺得這本書 其實他教了很多工具 然後我覺得這些工具可以讓更多人能夠知道說 我要如何釐清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以及為什麼我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後來在我當兵完後 我到了台灣大學當兼任助理 然後那時候也剛好認識了我現在的創業夥伴 然後那時候我們兩個大概是在去年十月的時候 然後反正是在工作 他也是跟我同期進入的 然後我們就決定要在兩個月後辭職去創業 對,大概是這樣 那我想要分享一下 這是我一個在加拿大多很多大學的好朋友 然後他叫Justin 那他那時候其實跟我聊了很多 因為他就看到我感覺好像做很多事 剛才我提到我去很多公司實習 那他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那麼清楚自己想要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回答是 其實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那麼多實習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去實習 我想要去刷履歷 然後感覺就是有這麼多實習經驗 看起來讓自己累積這麼多 然後之後就可以順利進入到大公司 所以那時候也是我人生中一個反思點 也是讓我從本來要去廣告的跑道 要轉換到教育的跑道 那再回到剛剛我們創立Draft的這個故事 我們那時候在去年10月的時候 我跟我的創業夥伴有稍微討論一下 到底在台灣的教育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 以及大家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那時候我們就算是分析了一些身邊的好朋友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在分析他們 然後我們最後歸納出來兩個我們覺得主要的原因 一個是缺乏自我的釐清 這個代表了後面的意義是很多時候 像是剛才提到的就是譬如說我可能看起來履歷很豐富 我去做很多事情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促使我背後去做這件事情 而在我朋友Justin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才意識到這個狀態 那另一個方面是缺乏行動力 缺乏行動力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 就算你今天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 以及可能你知道你自己的興趣在哪 但是你因為一可能害怕失敗 或是二可能你覺得你還是先做一個比較保守 或是比較安全的工作 以後未來再去譬如說去創業 或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 所以基於這兩個原因 所以我們就以這兩個為 看到問題為出發點去創業 這個可能字比較小 但是這是我們的Draft的團體發展圖 那我們從10月開始 然後到去年12月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在台大裡面跟教授們開設工作坊 然後我們到了其實今年4月的時候 我們有跟教育部的青年署合作 所以我們規劃了一個月的活動 帶領大家去做人生探索 然後到現在 然後等一下活動結束之後大家也可以來找 因為我們之後也會開更多工作坊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更多的訊息 那這是我們的工作坊的樣子 那簡單來說我們是提供短期 有到三小時六小時 甚至是一天兩天這種 也有到長期 就是剛才說的教育部青年署 我們是一個月的活動 那在這些活動中 我們會帶領大家去做 利用不同的問題去做反思 那在反思的過程中 大家也因為 有跟不同的學員去做討論 所以它會激發出更多的想法 而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自己還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自己不只是局限在於自己所看到的那個世界 所以也就是這樣 我們慢慢地做更多的工作坊 那當中我想要分享一個故事是 這是現在的創業的夥伴 他叫Jack Jack其實他是我們第一次正式工作坊的學員 他那時候來的時候其實是因為 我本來也是算是在網路上認識他 我邀請他來 然後他那時候其實跟我說到 跟我分享到一件事就是 他其實發現很多時候 他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比如說他要像我一樣 可能要去廣告公司上班 他就去當業務等等 那他遇到了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不知道要怎麼從0到1 也就是說他知道他自己目標在那邊 但是他不知道要怎麼 透過什麼樣的途徑才能到達那邊 所以那時候他參加完工作坊之後 他就跟我講到他最大的收穫其實是 他知道他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從0到1的那個輪廓 他可以知道說 其實從0到1不只是一條接近 不是接近 一條路徑 也可能是很多不同的路徑所組成 所以在那時候他就下定決心 他因為這樣子的轉變 所以他想要幫助更多人 找到他們想要熱心 更熱心想要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我想要分享一下 在創業的時候 遇到一些挑戰 這是在大概是在今年1月的時候 那時候算是我跟我的創業夥伴剛辭職 然後那時候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發現沒有一個穩定的商業模式 那時候我們只是想著 好像要趕快辦更多工作坊給大家 然後看到學員的回饋好像都不錯 然後感覺這樣就可以闖出一片天 但是那時候就發現其實 因為我們第一次工作坊是沒有收費的 所以那時候就遇到一個瓶頂師 我們不知道未來定價要定多少 然後如果之後收費的話沒有人來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遇到這樣的問題 但那時候有想到一個解決辦法是 我們就去申請那個新創加速器 然後想說申請性量加速器可以得到很多志願 但是那時候 其實在寫創業的計畫書的時候 大概十幾頁 那時候其實很多問題 而也是那時候在做這些問題的時候 回想自己當初創業的時候 為什麼要創立Draft 以及為什麼要去解決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後來我們算是有一種頓悟就是 其實我們當初創業不是為了要有商業目的 而是我們想要真正解決我們看到的這些問題 所以到現在的轉變就是 我們其實不是以上業目的為主 而是我們盡量跟可能更多的教授合作 或是像跟教育部合作 讓更多的人能有機會來體驗我們的課程 那這邊想要跟大家簡單分享兩個 我覺得在創業這其實短短十個月的時間內 我覺得有一些體悟 那這些體悟我分了兩個要點跟大家分享 一個是我的關鍵是釐清再釐清 那這邊有一個簡單例子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我在問我朋友說 你未來想做什麼 他們回答有十個八個裡面都說我想要創業 然後我在問他們進一步問他們說 為什麼你想創業的時候 他們就停住了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要創業 因為他們看到很多人都是想要自己當老闆啊 然後自己感覺是有自己的事業 不用聽從別人的話 那這背後就輪到剛剛我有提到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透過你可以透過不同的問題也好 或是也可以來參加我們的工作房也好 就可以更加清楚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做這些事 那再來一個是測試與疊代 測試與疊代這個是剛剛提到 設計思考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那這個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 就是其實在大家有沒有聽過Google X 有有些人有知道 他是就是Google Glass從這個實驗室出來 那這個實驗室的創辦人他就是有提到這個概念 然後他們其實創 當初在製造Google Glass的時候 只花了29分鐘的時間就打造出來 所以這個這個的概念就是你有很好的想法 但是如果你沒有實際做出來 你完全不知道會長什麼樣的 所以他們也是從第一次29分鐘開始 然後慢慢不斷的疊代去優化去收集更多回饋 然後才有更 才有後來的Google Glass 所以也是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個你的人生就可以當作是一個測試 去測試你未來可能想要做什麼 好時間好像已經到了 那這個是我最後非常快分享 這個是我們其實在創業之前有創了一個計畫 叫做100個故事計畫 那時候其實我們想要開設這樣的網站 是想要讓更多人能夠分享 他們平時不敢分享給朋友的更多故事 所以在短短不到兩天的時間 我們就收到這麼多故事 而且裡面故事非常的就是有隱私 就有很多隱私在裡面 很多人甚至提到說他自己在大學期間遇到一些痛苦 他不敢跟家人跟朋友分享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現今社會上很多 大家可能都有注意到一些新聞 就是比如說mental health 這些都是我們大家可能平常看到 大家可能就是很正常 但是其實背後大家都有一個未說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我很建議大家可以去聽更多人的故事 然後以及更勇於發表自己的故事 那就這樣謝謝大家 評論一下 公商時間十秒鐘 你有QR code 我的QR code比較大一點 對 這個聰明比較多 對對對 QR code大家可以加一下 10秒鐘大家可以加一下 然後跟大家打個廣告一下 因為剛剛時間走可能字比較小 我們今年暑假的時候會跟史丹佛大學的講師合作 所以他們會來跟我們一起開設工作坊 五天的工作坊 那目前第一場已經爆滿了 所以大家可以報名第二跟第三場 那詳細的資訊都在粉絲專頁 大家一定要按讚 這個QR code非常大 大家應該看得到 OK 好那就這樣 謝謝大家 好謝謝Anis 給我們帶來他的創業的小故事的分享 那我覺得他也在幫助各位 怎麼樣去設計自己的人生 各位有想過設計是什麼 好所有設計的源頭就是一個問題 好當初我們人類覺得那個